大家一起来做咸鱼吧 都快过年了 这种悲剧还是时有发生 前一阵子我不是聊了一个北漂的最惨购买小伙 在燕郊买房贷款逾期违约的事情吗 最近上海儿求来就个两梯 就发生了刚刚夸张的梯 号称上海最惨购房者 给这新闻打开去搜搜看看 两次支付都逾期 没了房子还要再赔500万 别的咱们先不提 违约这种事情大家能开玩笑吧 以我老百姓的视角来讲 咱们这种人生是堵不起的 1550万 花了750万买房子 还要再贷款700多万 最后还逾期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以我的视角来讲 我觉得它有一点活该了 阿拉伯总统律师的专业视角讨论 就我做一个我小老百姓 我很怕这个还不起要命来 我以后人生就结束了 你既然要买房子 你肯定要了解 上海当时的房屋实施政策的变化吧 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的 有个什么指导价啦 最近贷款又收紧啦 各种出台的政策 都会影响贷款的一个进度和额度的 你以为你有750万 你就想去买1500万的房子啊 你这个杠杆拉的也太高了 当然了 在上海尤其很正常的 这个花很多钱买房子 花很多钱贷款对吧 那你也要考虑你未来的口袋里 有多少钱的呀 我老一把都讲过了 那些月供一到两万的人对吧 过得有多辛苦 大部分人都是打工的呀 那是两个呢 但又是利用呢 哎 前夫后继 全都劝不住的 不过我想了想 能贷款750万 就是花了750万买房子 又贷款750万的朋友 应该不是普通的打工人 应该至少家里开公司的吧 我觉得普通打工者是还不起价值一套房子的这个贷款吧 说的好听啊 在上海打拼啊 总有风险要赌一赌 人生呢 是很精彩的 但是呢 就差没了精力挂财 别人讲好啊好啊好啊 遍地这个北京都是仿黄金 这个周焦也是 你听那个房产跟你忽悠 哎呀 我跟你说 我这里离那个上海近 对吧 以后这个投资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就听忽悠吧 我跟你说 没有问题 他说的是对的 连地铁的确会发展好 但是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你是刚需 你是要住房 你还是要投资 我不是什么房产人 我看不清楚这些事情 但是我只是知道 你投资 你要量力而行 不要别人说这里都是遍地黄金啊 你就去买买买 好吧 结果赔了夫人又责兵 这位上海的来上海买房的女士 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啊 但是你来买房子了 你买买买 结果呢 第一次逾起 已经有了违约金了 这时候你收手还来得及的吧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大家去可以看那个新闻啊 他那个合同上明确写着 违约的时候 房屋买卖合同是自动解除的 而且因而赔偿违约金 总合同总价的20% 赔偿装装修损失180万元 银行贷款又没有下来 还是逾期了 就因为逾期 所以直接凉凉被人告上法庭 还败诉 就因为啊 这个逾期上真信和法庭的事情 屡见不鲜的 姐妹啊 你真是心大呀 人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极限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总以为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等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